Hello 大家 今天节目一开始呢 首先要说明一件事情 就是昨天关于这个包包 凯利桑尔这只 新到的一只包包 关于它的皮革的说明是不确切的 是没有得到证实的 那我还自作聪明 会觉得它和现在的这个巴特皮很接近 应该是 是是是是巴特皮 但是根据它的年份 它是2000年的包包 但是巴特皮从2013年才开始使用 根据相关的资料显示 所以仍然存疑 是什么皮质呢 到现在还不确切 有圈子里面的前辈说它是马鞍皮 但是你懂 因为我没有办法百分百确认 我也不好不好不好去去说 不好跟大家去公布 这是比如说是之前的马鞍皮 或者怎么样的 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呢 我觉得细腻皮革是有它的魅力的 对不对 那我也是用开放的心态来欢迎大家 聊一聊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皮革 放一些图片在视频里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纹路 会是会是什么皮革呢 今天录视频没有戴手套 为什么呢 洗干净了手来 给大家尝试一下 像这样的经典颜色 给它搭配一些推理 会不会有什么样的效果 是加分还是减分 今天准备的是两个 一个是凯利二八 这只单款的 box皮的包包 然后另外就是这个 是奶茶色 或者是浅金色 或者是沙滩金 或者是原色 马鞍皮 这样的一个 也是经典搭配 经典色系的 两个都是金扣 给它们搭了一些 其实没有可以去搭 就是拿了一些 这些中间没有 标牌的 对没有标牌的 这样的浅色深色都有 然后各种元素都有的 这样的推理 可能有一些年代 都比较久了 大家给大家看一下 做一个参考 我觉得包包在使用过程中 推理的搭配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但是呢 像刚才说的 我不知道会是一个 什么样的效果 好或者坏 由大家来评判 好不好 然后一边绑一边聊 深色 深色 然后深蓝 整个都是蓝色系的推理 搭配金色 是这样的效果 给这个黑色的box皮 搭一个 这个推理呢 上面本来是有一些 黑色的元素在 然后呢 会有浅蓝色 我觉得黑金搭配推理 还是有它自己的优势的 对不对 金色 那这两个 还都是有点蓝色系的 这两个先看一下 好 交换一下之后呢 发现浅色 还是好看的 对不对 浅色的包 搭配浅色的推理 还是好看的 这个深色的 搭配深色的推理 也一样会 比刚才要好一些 但是黑色 我觉得还是比较百搭的 这两个搭配出来 看一下 这个会觉得 有点抑郁风情 这个壮色 一个橘色 然后和像 电光蓝一样的 颜色的一个搭配 再加上 这个黄色的包身 金色的包身 是这样的效果 这个看一下 黑色搭配了 粉色系之后呢 会温柔一些吗 还是会温柔一些的 对不对 一边 给它 缠上推理 我们一边聊一下 什么呢 就是关于 这个缠推理的 必要性啊 我觉得像马鞍皮 大家还是要考虑 它的变色的问题 对 如果是 不缠推理的话 它经常握的 这个手柄 就会有变色的问题 那这个包包还好 到现在为止 没有看到有变色 来简单给大家 铲一下 看一下 这个效果 粉色和黄色 好像不是特别搭 你觉得呢 反而是 黑色 什么样的推理 它好像都 可以 应用自如 其实我觉得这个搭配出来的效果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服装 对 你的服装如果有这些元素 或者是你比较喜欢哪个颜色的衣服的话 可以考虑我需要什么样的一只包包 当然了如果平时搭配的很多样性的话 那这两个包包 都是可以考虑入手的 黑色搭配出来还是非常非常好看的 推理的这个材质感 加上这个搭配出来的效果 还是很棒的 它是金扣的 支持这个推理 然后 另外一个呢 有黄色的元素在上面 这样的效果 大家在绑的时候 应该要把它绑得紧实一些 因为我只是搭配一下给大家看啊 所以没有绑得很紧 其实绑得紧一些的话 应该会有更好的效果 这个 嗯 会让整个包没有那么轻挑 会更加深沉一些 这样的 颜色 会更成熟一些 好的 有黄色元素 因为它是金扣 那有黄色元素 然后 有深蓝 和不同程度的蓝色的 这样的一个元素 我觉得黑色真的 为什么说黑金百搭呀 为什么黑金真的是 呃 大家的首选 还是有道理的啊 不管搭配衣服还是推理 我觉得都是黑色会 略胜一筹 那搭配出来效果有更好一些 其实我个人感觉呢 这个搭配出来的效果 跟图案的关系 倒不是说特别大 其实更多是一种 大体上 看起来的样子 它整体是浅色的 整体是浅色细的 或者是撞色的 或者是不同程度的一个 像刚才的蓝色 这个呢就是浅绿色呀 粉色呀 这样的一系列的浅色鞋 我觉得这个搭配出来 也会有它 自己的这个特点 对吧 这个也挺好看的 不过看起来是不是老气了一些 像是前几年的设计 不过这个确实 应该是前几年的推理 这个是黑金搭配 有橘色的效果 然后有一些偏暗红色 有点像托斯卡紫这样的感觉 这个应该是到目前为止 和它最和谐的一个了吧 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呢 因为有黄色的元素 然后整体的色系都是很接近的 过度的也非常好 那如果是平时穿搭 比这个颜色略深一些的衣服 然后色系有接近 有呼应 我觉得都是很好的 那黑金用上这个浅色的呢 显得活泼了一些啊 显得更年轻化了一些 大家平时会这么搭吗 会年轻化一些 让整个黑金显得没有那么压抑 或者单调 其实黑色的包算很经典或者很好搭 但是呢大家要注意一点就是它往往会像比较大的包的话会有一些压抑的这种感觉在里面 所以还是要在搭配过程中让它没有那么那么压 会 会好一些啊 搭配一些颜色在上面或者有一些包的挂饰啊 这些大家都可以考虑 那不过小小号的黑色的包就还好啊 像25啊 像这个凯蒂28呀 像30就略微有一些压迫感 35啊40可能会更压一些 但是 在 这种压抑的同时它其实是一种气场 也会有一种气场的感觉 气场很强 这个就是 有点强搭了吧 浅金色搭配这种紫色系 然后略微有一些黄色的效果在里面 会有点强搭上去的感觉 不是 一看就不是一套的 对吧 这个推力的图案呢 是马 对 很多的马匹在上面 但是呢 当 缠上去之后呢 就不是 就不是特别能够看得出来它马的图案了 更多的就是颜色的 这个这个协调的关系 那黑色还是很很好搭了 杯面 推力一般都是正反面都可以用的 但是呢 一般来说色系很接近 像这个 背面是这样的网格 正面呢 是这个马的造型 对 好的 这是最后一组交换一下之后 看一下刚才这个马的造型 马的图案 以及这个颜色这个推力 和黄色 搭在一起 感觉是不是像这样的 三二这样的大包 用它自己的颜色就好了 好像加一些东西是比较 感觉会比较比较比较强加上去 那黑色我觉得还是可以 可以搭一搭的 那这个 换上这个紫色的之后 是这样的 我觉得完全可以作为 呼应服饰的时候的一些 感觉会更必要一些 而不是好像 我为了 搭配 为了怎么怎么样 而就给它强加一个推力 没有强加的这样的感觉 当然了 它自己的这个这个整体黑色 和整体的黑金也很好看 推力在爱马仕的世界里面呢 作用还是非常非常多的 那我呢 在这里只是聊一聊 他们和包包 搭在一起的时候 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可能 会比 不搭 更差一些 像这只包呢 我会觉得整体上 它 什么都不搭 就是最好了 有必要的情况下 加上肩带 然后凯莉三二的话 我会觉得如果 你是平时用小包 然后加肩带的话 用大包 可以尝试不加肩带 就只是用一个包出去 另一个包出去就好了 对 那小包的话 我觉得加个肩带 可能更像是 小包 哈哈哈 我不知道 我是我表达的 大家懂不懂啊 懂不懂我想说的这个意思 那三二的话 我觉得还是能当一个 像柏金三菱那样 拎包 去去拿出去去 搭配自己的服饰 搭配自己的风格 金色啊 像搭配风衣啊 什么的都还挺好看的 黑色的话 我觉得 像二八这个尺寸 会更俏皮一些 对 会 会 更精致一些 整体 可能每个人 对包包的感受都不一样 然后搭配出来的效果 或者拎出来的效果 以及和自己的 生活 中的颜色 搭配出来的效果 都不太一样 嗯 今天就 给大家做这样一个尝试 好吗 不要喷哦 明天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